大家好 欢迎来到股市熊妈吉 我是爱丽丝 欢迎我们万通国际的 徐明熊分析师 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徐明熊 老师你知道吗 今天早盘直接开低 盘中还跌于白点 那现在AI股轮涨的台积电 是拉回的状况 那老师怎么观察现在的盘势呢 好 其实今天盘面上 大家都看到台积电跌的时候 其实那一般投资朋友是很开心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他一涨的话 他几乎这些大型股 资金都跑到大型股那边过去 全资股的手上就是拿满资金 其他人都 没有了 对就变成中小型股 就会比较吃亏一点 是 今天台积电 其实他像今天收盘 他跌18块 大概大概是算一下 大概跌了150点左右 150 这样算很多吗 当然多啊 跌18块 那我们今天台股 还跌59点 其实扣到台积电 几乎 我们台股应该是涨大部分97点 嗯 这样子 好 那么可见 今天的中小型股 当然是有表现 来 我们来看 最近其实我们都看到 其实AI来说 那是非常火热 在美国 非常火热 在我们台股也是很火热 但是在台股店 其他的像一台伺服器 我这些 其实到了真正大家看到说营收的时候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不能看到营收的时候 才进来卖 是 当现在看到营收了 我们待会我再给大家看 好 我们先看 来中小型反弹了吗 其实今天很多都有反弹 来 当然最重要就是要买这档 多重题材 这档8XX 好 创意 目标价 其实创意今天还是跌 今天还是跌 对啊 连续跌了好几天 大家看了都越来越没信心 不用担心 眉头都紧锁了 不用担心 先不用担心 来我们来看 那么 这是非半你看 非半它上周五它是跌了4% 是 对 那像NVIDIA它盘中 美国盘中它们一度是涨5% 后来收盘跌5% 是因为这样影响台股今天的开低吗 那这也是会有影响 但重点的地方就是 它我们台股今天 像我们可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今天其实 当然我们台股跟非半差不多啦 但是我们是小跌 那非半那4%是大跌 确实 对啊 如果换成我们台股的话 是跌了800点 800点 对啊800点 那我们是59点 那相当不错了 来我们来看 来这是伪创 伪创你可以看到 它已经二月营收 它月增 月增20% 年增30% 哇 那整个是趋势蛮看好的吧 对没有错 当我一直跟投资朋友说 你不要等到看到营收的时候 你才想要说要来进来买 当然今天盘中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量 这个量很多投资朋友很多人进来冲 冲进来买 当然 你看 这一个 来这边进来买的人 我认 你不用 不用担心 其实还是不用 对 没关系 还不用担心 当然 你变成你的利润比较低 比较少 就没办法 因为今天你要冲进来 要去买125126 那当然你接下来的话 我认为它会来突破这个前高 没错 这个前高 自己去看 这个前高 我认为会来突破 那接下来的话 这样当然还会再回撤 还会再回撤 还会再回撤 对 那这个回撤 但股民们心里一定是也是很紧张 那当然 大家 揪一下 股票不可能天天涨 当然不可能天天涨 你可以看到 当它如果再继续要走到这边的高点的地方 它会爆大量 它会爆大量 那当然到时候我们就要来判断 到时候再判断说到底是换手量 还是人家绕跑量 那就不一样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样的卖压状况 有没有人有要接这个盘 对没有错 到底人家是绕跑还是接手盘 好 那其实最近很火热就是在ETF 对 你只要现在的ETF 其实它买的股票 其实他们现在买的就是 也主要都是买像AI AI这方面的股票 他们也是买这些 那么现在那些资金 其实他们已经进来买了 不是偷偷进来 他们不是偷偷进来 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投资到一定的时候 他们核准的时候 就可以开始买了 不是像很多电视说 那些人在说 他们要等到哪时候 开始上市的时候 那才来买 不是啦没有啦 不是他们提前 只要一通过他们一段时间的时候 核准的时候 就开始可以买 慢慢开始买 好像不可能说 站在那边被人家开枪 不可能 也没有那么笨 好 那当然他们买的股票 他们会倾向买什么 买AI吗 没错 而且要有成长 什么东西要有成长 伟创 像伟创 广达 当然啦 广达来说 他的AI部分 他的成长性 今年不会那么多 不会那么高 因为他去年 已经成长比较高了 对 所以他今年成长 他没有那么高 幅度就拉回一点 对像伟创 就不一样 他今年的成长幅度 会大幅的拉升 所以会有很大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跟 我会来推荐给大家 就是伟创 当然广达也不错啦 广达啦 还有技嘉 这三 那伺服器三雄 这三党 是 那么目前为止 当然 我还是 比较推荐 像伟创 对这样股票 好 那么因为 这样股票 还有就是他 像比方说 像ETF 他们来说 他们要有高值利率 对 伟创 他就现在又开始 会接下来的话 他会有符合这个条件 哦 又回来了 对又回来了 因为 对没错 对没错 他又回来了 又符合他们的高 那种高值利率 好 当然就是变成 他就是人家的 人家的标的物 人家的宠儿 对 没错 来 这是伟创 那 再来看广达 技嘉 这三党 但是我比较推荐 你就是伟创 伟创 好 来我们来看 这个广运 这是静默式的伺服器 这个目前为止 这档股票 那么我们 我们是还 在高档地方没有卖 没有卖 就没有卖了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是持股虚报 那当然 我们之前已经有先卖掉 先出一半 现在这一半的话 那么我们会先稍微抱一下 当然如果有更好的 比较好的价格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先会了结掉 没错 还有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 当然 像这档股票 这档 电源供应器 我们上礼拜就涨到现在 对 今天还在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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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档是电源供应器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说 你不用再等下一档 你赶快来跟我们联络 可以来电 或是到LINE生活圈 打一下电话 0277259668 或是到老师的LINE生活圈 然后密老师 对 你可以来这边来报名 好 这是这档股票 电源供应器 它后面还有行情 后面还有一波主声段 对 还有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这网通 哪一档 亚信 亚信 当然在 今天是小 这是礼拜五 今天小涨 我给大家看说 今天我们跌 礼拜五我们跌 我们也告诉大家 不会说跌的时候 我们就不告诉人家 今天它是小涨 那么这档股票 我认为它后面还有行情 它还有行情 它如果没有 它如果没有行情的话 我就会 我们就会卖掉 没错 我认为它就是还有行情 这是我们的研判 好 这是亚信 来我们再来看 还有这个132的 见准 没错 我 其实我这档股票 像我认为 今年它绝对不会寂寞 怎么说 伺服器 AI伺服器 它也有 它也有 它有多题材的利多加持 没错 还有AIPC 接下来的AIPC 它的量才会更大 对没错 像现在AI伺服器 这大部分的话 都是在 都是在那些 那我顺道问你去 是你觉得那个 华硕跟鸿基 有要回归了吗 华硕和鸿基 这两档 AIPC的话 这两档股票 因为现在稍微先摆一边 对 我们现在要先 我们现在要 第二步 那是之前一开始的时候 没错 那么当然是品牌 现在我们要做的地方 是要做它的零组件 零组件 对 它的零组件方面的 因为 现在你再来讲说 像华硕 你已经都知道 没错 AIPC你知道 华硕 鸿基 你通通知道了 但是我们要来买一些 比价不知道的 那些股票 对 没错 这时候基期还蛮低的吧 对 没有错 这些你才能够有 有大鱼 有大肉 对 没错 没错 有大鱼大肉 那老师快跟我们讲一下 好 这张股票 这样渐转的话 我们会 接下来我们会陆陆续续 那我们会 会有做一些像 短线的操作 是 那像我们有可能 今天买明天 我们可能会卖 先卖一下 这样子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它最近它会 会做一个盘整 盘整 盘整 盘整也是可以做 那么对 对 我们做一个短线 这张股票 那未来来说 它的盈收 今年 今年 它会有高成长 高成长 那当然它的趋势是要对的 你如果那种产业趋势不对 那当然 不用说了 我们连看 就先摆在旁边了 确实 好 这个见准 我认为了现在它的基级 只是电高而已 还不是最高 还不是最高 当然不是最高 它只是慢慢电高 你可以看到 它一步一步的电高上去 没错 好 我们再来看见准 这张股票 那么当然 你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样 如何操作 我欢迎你可以来找我 没错 来 我们来看 中兴电 我们这已经把它分离了解掉 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 我们这三月 我们这边三月五号的时候 把它 把它卖出去 卖在 我们赚了 赚了40点 40点 好 其实当然我们不是卖最高 还有持续有再走高 但是我们先把它获利了解 资金把它换 换到买这一档股票 买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一买 然后我们就 隔天就把它先获利了解掉 就像短线一样 这样股票出能股就卖掉 赚18块 哇 18块 这样赚18块 然后拉回 拉回的时候 还是拉回的时候 我们再 冲进去 再进场 是 那么我在上礼拜 那么 有跟大家 邀请大家赶快进来 那么今天它有低点 还有低点 今天有低点 它今天 平盘下很长的时间 可以让你买 是 那么今天如果有 有来跟我来操作 今天这档股票就大丰收了 哇 这档股票大丰收 是不是要赶紧打电话到 0277259668 或是赶紧咨询老师的light app 去询问这档股票了呢 是不是 这样股票 那么 欢迎你来询问 没错 来 这样股票欢迎你来询问 当然我希望说我带你来做 是 因为像这种股票 它会开始震荡 又要震荡 对 它是震荡但是它会走高 那其实蛮好的趋势 很好的趋势 但是它的 现在目前为止 我观察它的筹码还是蛮凌乱 对筹码蛮凌乱 所以它震荡会很大 是 那么 那么我们就一段一段做 一段一段的转 这样子来操作 它跟之前像 我们做网运 还有立台 还有做像中兴店 那不是 它是直接 它直接就已经往上冲 因为它筹码干净 是 那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筹码也比较凌乱 所以在操作上的话 需要有人来带来操作 这样股票 那么这样股票 我们 明天 如果有高点的时候 有再创高 我们就要先再卖断 哇 有创高就再卖一下 不是 创 创 这 晋级的高点 就是不是这个高点 还不到 还没那么快 那还不快点跟上 这个的高点 是蛮多的 还差 还差蛮远的 你可以看到 这还差蛮远的 好 这张股票 那么一段一段的操作 还有创意 今天又跌了 跌15块而已 但是这张股票 我认为这张股票在1400块这边 其实上礼拜 我有句话给大家看 大概在 价格也不能说 你自己去看上礼拜 我已经有跟大家说 它的区间的价格 大概区间的价格 你 当然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做 那欢迎你来找我 我来带你来做 这样子 可能比较好了 对你也比较好了 好 那么我们今天先 介绍到这边 感谢老师的分享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财经资讯 欢迎加入老师的 Line at 还有Telegram 另外想要了解那档除能股 欢迎在底下留言 想知道 或者是有想说股票的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股市熊妈吉 下次见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欸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按赞订阅留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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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按赞订阅留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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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赞订阅留言